透过摄影和写生 也希望能够呈现在地的人史样貌 艺术家潘瑞崇这次展出两幅摄影作品 分别为萤幕了与观自在 以眼睛的形象作为创作理念 远远看两幅作品 一个是一个眼睛与两个眼睛 用黑白色调呈现照片最初的感受 我展两幅摄影作品 因为我比较擅长摄影作品 所以说我们这个会 是一个集合大熔炉的一个会 那我的摄影作品 有这一幅它的名称叫做荧幕了 我的意象在拍的时候 我的意象是从佛祖的眼睛里面 然后反射出来 因为佛祖他是一个神功广大的神 这是我去澎湖写生 然后我画了大概有三四壶以上 这个这是那个澎湖的金鱼洞 它都是岩石啊 大概两个人以前的楼梯酒 我就现场就大概就画了几壶 对因为我们都是早期我们都是属于写生比较多 就用写生的方式在呈现作品的大自然 理事长李彩华从事绘画创作多年 这次特别以自己到澎湖游玩的写生展出 一共画了三四幅的作品 周围都是岩石是澎湖独有的特色 呈现在地的风貌 让大家可以借由欣赏画作 也欣赏美丽的风景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